那再來的話呢 也就是說我剛剛呢 把我們放在雲端上面這一段 然後怎麼樣呢 這其實就是錄下來的 你可以自己錄 一模一樣 然後錄下來之後的話呢 你再把那個聚集一 改成也許叫什麼 工作不要整合啦 也許你給他換一個名稱 好 那可是問題呢 它這個是 單一個月 的 動作 你需要怎麼樣 變成三個月的動作 所以我第一個先把這個底下 這個先清除 這個清除在雲端上也有 或者你自己再把這個地方 放回清掉也可以 好把它清掉之後的話呢 再來呢 我要怎麼做那個 把三個月份的部分做完 那這個地方我會需要 因為這邊把它改成i 也就是說呢 我會需要重複 我按一個TAB好了 這邊打一個for 那個i的話 等於 那特別至於 這個i只能放的是數字 不能放文字 你不能說fori等於1月到3月 他看不懂 他一定要是 第1個 工作表 到第3個工作表 空一個 到 第3個工作表 1到3嘛 這個跟 之前用那個Sales 差不多啦 Enter兩下 再打個NAS 好 你確定回圈了嘛 沒問題 2 請你把底下這一段 把它搬家 搬到哪裡呢 搬到他這裡 不過因為我這邊已經縮排 一個 一個縮排 兩個 兩個TAB 所以 看起來會for 到NAS 然後中間的話呢 就是他做了什麼事情 OK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 基本上 這樣好像按下去 應該全部都做完了 就OK了 但是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現在在按的話 會怎麼樣 他會 跑 可是 跑的時候會怪怪的 什麼意思 他會從這邊跑 為什麼 因為你一直行嘛 那你沒有確認 他初始的位置 是不是在A2 那因為我們剛剛做過了 還把他清掉 可是他跑到下面了 那跑到下面你沒有把他拉回去 那反正 他只是貼上 你也沒告訴他說初始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 頂多 我剛剛的東西 會需要多做一件事 我剛剛是做1 把回圈範圍先洗 把中間放進來 2的話呢 也許 我就在初始的位置 就是在上面的位置 多做一件事 就是確定他是不是在A2 我如果要確定這件事 最好是怎麼樣 看你是不是要再確定他是不是在第1季 所以有的時候會囉嗦一點 先做那個 也許這個是什麼 初始位置好了 也許是 那個 那個 我們的 儲存格的初始位置 是不是在哪個工作表 也許在蓄詞 我要確定說他是不是在 蓄詞哪一個呢 你可以打個4 或者你打個 第1季 是不是在第1季 那 確定他在這個位置的話 你後面加個點 Select 就是先把優标先放在這個儲存格 Select Select表示說 我是切過去到 這個第1季 然後他的什麼呢 儲存格是 Range 哪個Range呢 A2 我一定要確定他初始的位置 一定要在A2 點 一樣 Select OK 那他Range 他會自己跳出來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再把這個範圍清掉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 我看 這個 因為底下這個清除 被人家手動清 那 我們如果再加一個初始的位置的話 喔 這個時候我慢慢跑了 我按F8 F8是主行跑 有沒有 A2 OK 有沒有 第一 不過因為已經在第1季 所以你這一行他沒有反應 除非他在另外 1月 或2月 或其他 然後再來 確定是不是在A2 是啦 已經移過去 再來的話呢 我就跑 切到 因為這個 I現在先從1開始 所以會切到1月 所以你會把1月過來 然後A2 放過來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opy 切到第1季 貼上 然後移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再 下一列 有沒有 OK 因為底下都一樣了 所以我把它全部執行 OK 不過全部執行完 感覺好像 還有個缺點 為什麼 全部執行完之後 它跑到什麼 這個範圍最下面 所以 如果說你現在 全部跑完之後 我希望再把它拉回到 怎麼樣 拉回到A2好了 這樣感覺會更完美 所以呢 那這邊可以再加一個A2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 因為我希望跑完之後 這個範圍 不要在下面 我希望放在上面 把這個清除掉一下 清除 全部再跑一次 跑完之後 有標又跑上來了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層次沒有 很多 沒有多太多 我們只有多幾個 1 縫回圈 把中間的東西 貼過來而已 2 我只有確定 它的位置 是不是在A2 然後 全部貼完之後呢 再移回到A2 不然它會在下面 很下面的位置 變成使用者會覺得很麻煩 我貼完了 那我要再自己拉上去 最後呢 可能多一個清除資料 清除資料 我這邊是用那個 點clearcontents 可能就是 A2 到 1的 最下面 我不知道 那最下面我不知道 我可以用什麼呢 去從A1 去偵測最下面那一列 那就是1 也許最下面是100 那就是100 後面加一個點 clearcontents 就是把裡面的資料 contents就是裡面的內容 只有清內容 不清格式 那就可以 你或者你點一下 這邊有個 clear clear 那不過這邊注意喔 不要clear 因為clear怕說 裡面如果你有格式的話 清掉它就全部都清清光光 那 comments 是清掉裡面的那個 註解 不是 contents 就是裡面的資料 這個動作呢 這個有點像是 你按delete的鍵 它不會清掉 裡面的格式 OK 我們把這裡面清掉 清除 OK 那最後的話呢 就可以工作表整合 清除 在自己再加什麼 按鈕 就OK了 所以第一階段呢 就是把剛剛 聚集錄製的 加一個回圈 確定它的位置 是不是初始的位置 對不對 再加個清除 再加兩個按鈕 這樣就OK了 應該 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也許將來你需要 更多的其他變化 都可以從這邊衍生出去的 那 這個做完之後 不過也許你還可以想幾個問題 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呢 為什麼這個畫面會閃來閃去 OK 不要讓它閃 當然可以啦 這個 用application裡面有個什麼 screen screen updating 把它關掉就可以了 這個比較簡單 第二個可能什麼 就是說 日期部分 這個有點怪怪的 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應該要出現 1月 1日才對 可是這邊出現 1 我不知道這是哪 日期 是哪一個月 哪一個日 如果你是1月 他一定是1月1號 但是問題來了 你放在第一季 你是直接貼過來的 那怎麼辦呢 你需要的 更改他的那個 就是 日期 要是正確的 不然的話 會有很多的問題發生 你貼過你就會有問題 現在後面需要怎麼做 我想各位再看一下好了 這個這個部分 畫面先 還給 各位一下 OK 所以等一下 就會有那個 增加那個月份的部分 再 第二個問題 如何 再把那個月份的部分呢 加上去 OK 然後 也許再來就是 做VBA方面的處理 VBA方面的處理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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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